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CCTV三农人物十周年微电影大赛十年十人剧本征集活动 日前走进北京联合大学 曾指导过大决战等多部电影 并获得华表奖金鸡奖的翟俊杰导演 CCTV2007年度三农人物马富星等 与同学们进行了现场交流 它的意义在于用最新的缠播手段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宣传窥借我们的三农人物 我祝福这样一个活动做好 能够在微电影这个艺术样子上 在三农人物这个方面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好的作品 CCTV年度三农人物推介活动 今年将以百余位获奖人物的故事为题材库 向大学生征集剧本十年十人 并筛选其中优秀的剧本投资拍摄十部三农人物微电影 这也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学生参与进来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把他们真实的试迹 然后写下来记录下来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变成一个剧 然后最好能被这个节目采用 据悉 2014CCTV年度三农人物推介活动 目前正在紧张进行 最后的获奖名单将在2015年1月中旬 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我们下来记录下来记录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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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